葬天硕死后曾经为他堕胎 亲生的思琴格日乐如今怎么样了 与恩师相恋后的他是否收获幸福 陷入婚外恋的他又该如何应对 一路追梦能否成功 可以说遇上葬天硕 既是思琴格日乐的福也是他的货 思琴格日乐于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 是中国内地女歌手词曲创作人 本自幼学习舞蹈的他 却有着一颗热爱摇滚的心 1990年思琴格日乐组建了苍蝇乐队 自己担任贝斯手 正式开始他的演唱生涯 1991年他携乐队到深圳的淡水寻求发展 当时的淡水并不是如今遍地高楼大厦 而是物质平级的小渔村 追梦路上道路坦克 不仅物质艰辛 在精神上也承受巨大压力 为此乐队的其他三个人甚至染上了毒品 让原本就困难的乐队雪上加霜 在天津卫视一档名为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中 他提起自己在深圳的追梦史 采访中他说自己当时遇两个女孩 一同租着一间破旧的渔村小房子 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 只能喝着粥填饱肚子 并且音乐上面没有一点知名度 觉得自己并不想要这样的追梦方式 于是1994年他来到北京 开始北漂生活 乐队正式更名为《骑士》 发表第一首单曲《蒙古骑士》 也是自创的第一首歌 此后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 虽然成立了乐队 但他们只能够依靠着在酒吧铸厂谋生 直到1999年 斯琴格日乐发现 藏天朔乐队的《载昭新》 他便加入其乐队 担任贝斯手 其事业迎来了转机 也正因此 他与藏天朔展开了几十年的感情纠葛 同年11月 他参加首届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 因与藏天朔演唱改编版的 《山歌好比春江水货》的关注 紧接着《思琴格日乐》的演出日益增多 也发布自己的首张音乐专辑《新世界》 2001年和2002年 更是连续两年参加中央电视台 联欢晚会进行演唱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思琴格日乐》 喜欢上他独特的摇滚乐 一系列的作品以及商业演出 都在表现他的视野蒸蒸日上 音乐受到广泛关注 可以说 藏天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薄乐 因为《思琴格日乐》的作词作曲 很好地展现了《思琴格日乐》的演唱功力 让人们发现了这个摇滚女歌手的歌声之美 事业起色的同时 《思琴格日乐》却在感情上摔了跟头 2001年至2003年 《思琴格日乐》与恩师《思琴格日乐》 《思琴格日乐》与恩师《思琴格日乐》合作时 两人在每天的朝夕相处中 逐渐产生感情后相恋 期间他并不知道《思琴格日乐》已结婚 并且还有孩子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份感情中 并时常幻想着彼此的未来 但幻想终究是幻想 在《思琴格日乐》的访谈节目《天下女人》中 《思琴格日乐》谈起与《思琴格日乐》的相恋 一度哽咽 他说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开始了一段婚外恋 在相恋一年后 他得知《思琴格日乐》已经结婚 并且爱人已怀孕 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巨大打击 自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当了小三 他的第一念头是与《思琴格日乐》 并决定离开北京 但他再次回到北京后 却又相信《思琴格日乐》的誓言 相信他会离婚 并继续与他相恋 但是此后《思琴格日乐》染上了酒瘾 喝醉时便对他进行暴力 《思琴格日乐》一度缺乏安全感 2003年他发现自己怀孕 而《思琴格日乐》却希望他能够打掉孩子 他彻底崩溃绝望 因为感情的不顺 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服用大量安眠药 幸而被人发现后送进医院急救 最后他进行了堕胎 并彻底与《思琴格日乐》分开 《思琴格日乐》希望 却也带给他绝望 他是他追梦路上的一束光 带领他走向光明 他也是他人生的一片乌云 遮住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光明 佩服于《思琴格日乐》 在追梦路上的不轻言放弃 尽管距离小破坊 每天尾三餐烦恼 他仍然没有放弃梦想 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必然 但他的那段恋情 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 堕胎轻生 无疑是一个女人 对于这个世界的绝望 如若他在知道 这段恋情是婚外恋后 便果断放弃 那么就会是另一番结局 这也提醒着我们 如若遇到渣男 应当投也不回地逃离 经历过堕胎 《思琴格日乐》 是否能够再次站起来 藏天说被曝出轨 又该何取何从 《思琴格日乐》的演绎之路 是否遭受影响 自《清生事件》后 《思琴格日乐》 将近两年没有发布新歌 参加演出 直到2005年6月1日 他推出摇滚专辑 《我自己》 再次回到大众事业 他在那两年时间 不断地调整状态 走出阴影 在杨岚的《天下女人》 采访中 虽一度哽咽 但他仍然坚强地笑着说 一切已经过去 现在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 也重新过上 正常人的生活 也希望将来 能够有自己的孩子 然而让人大跌眼睛的是 在2006年传出 有人在《蒼天硕》的酒吧里 看到《思琴格日乐》现场铸唱 甚至发现他连续三天 住在《蒼天硕》的酒吧里 因为这件事 《思琴格日乐》再一次 站在风口处 网友纷纷议论其被渣男迷晕 咎由自取 然而决定是他做的 旁观者也无能为力 2007年1月1日 他推出《民族风单曲》 让世界与我们共成长 童年主演 行政电视剧《非常女警》 剧中饰演蒙古族 女警花 这是他个人首部电视剧作品 从歌手到演员 他向大众展示自己的实力 展示自己的魅力 与其相反 《蒼天硕》在经历出轨事件后 事业受到打击 更在2008年11月6日 因涉嫌剧众斗殴 被警方逮捕入狱 实在是令人唏嘘 本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却被曝出轨 甚至入狱 网友们纷纷称 《思琴格日乐》眼瞎 为何非要栽在 这样一个略计的男人上 在音乐道路上 《思琴格日乐》仍在坚持 在2013年时隔7年 他再次发布专辑《山泉》 从编曲乐器等全游戏 亲自操刀 他在一步步历练 一步步沉淀 展现自己对于音乐的初心 在网易娱乐的采访中 通过他对《山泉》的介绍 也向大众展示 他对音乐的独特见解 也希望通过音乐 呼吁大家关注环境生态 将音乐达到另一种高度 而感情上《思琴格日乐》 却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发布会上许多老朋友 都在劝其赶紧结婚 对此他也是以笑而过 很多人认为 《思琴格日乐》 与《桑天朔》 不会再有联系 但事情往往出乎意料 2013年《桑天朔》出狱 2016年《桑天朔》 为《思琴格日乐》庆生 合照上两人笑容洋溢 十几年的纠缠 实在是令人感叹 可以看出 《桑天朔》 在《思琴格日乐》 心中的分量 感恩之情 爱情友情 还有怨恨等感情的夹杂 将两人紧紧相连 不得不承认 在音乐上《思琴格日乐》 是成功的 五次登上春晚 便是对他音乐的最大认可 他用他的音乐 感染着人们造就自己 只是感情之事 谁又能够说清道明 不过一厢情愿罢了 53岁的《思琴格日乐》 为何至今未婚 被拍《夏乡商演》 是否是事业遭受重击 他的如今现状又是如何呢 2018年《桑天朔》 《桑天朔》因患癌症去世 《思琴格日乐》 又再次被网友提起 当天他在微博 发了一篇悼念《桑天朔》的诗 题目为 《如来生相遇》 愿看你健康笑傲的模样 诗中透露出 他对于《桑天朔》的不舍之情 因为这件事 《思琴格日乐》的感情 再次受到网友关注 如今已53岁的他 至今仍旧未婚 或许是因为 与《桑天朔》 几十年来的纠缠 是他对于感情的想法 发生了变化 不再如往前那么期盼 也或许是他至始至终 仍旧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 随着年龄的增大 《思琴格日乐》的事业 也日渐衰退 他的音乐风格 慢慢被 现今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取代 2020年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则视频 视频中指出 《思琴格日乐》下乡商演 身材走样 脸上皱纹浮肿 令人心酸 但却依旧热情洋溢的 进行表演 热爱舞台 本是乐坛一朵璀璨之花 而今却要下乡商演 对此《思琴格日乐》 霸气回应网友 称演出的场所是 北京景区龙庆侠并不落魄 自己仍在追求音乐的路上 不断前进 如今虽然《思琴格日乐》的 演出变少 但是也丝毫不影响 他的乐观向上 以及对于音乐的支持 他会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与粉丝们分享生活 分享对于音乐的看法 他也会经常分享 自己在家里健身的视频 视频中可见 他的家里装潢靓丽 家具精致十分宽敞 可以看出现今的生活 物质水平之高 早已不是年轻时 租小破屋的艰辛 回顾《思琴格日乐》出道至今 22岁组建乐团 追求梦想 如今53岁 30年间岁月蹉跎 带给他的 不仅仅是外貌上的改变 更多的是内心的沉淀 思想的升华 从一个喜欢留着 男士短发的女摇滚歌手 到慢慢留起长发 转变风格 从以前满满的青春洋溢 到现在的已有皱纹浮肿 时代再变 但他对于音乐的热爱 从未改变 他依然坚守阵地 对音乐保持十足热情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 在感情路上 思琴格日乐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摔跟头 他对于张天硕的感情 是我们所不能够感受到的 世事难料就如韩信一般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正因此 他才会有张天硕 有着这么多年的羁绊 如今思琴格日乐 也找到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 积极对待生活 不枉初心 展现一个女人的撒爽 杨广网是这样评价 思琴格日乐的 这位从草原走来的 蒙古族女歌手 带着草原上独有的 狂野劲儿抱 让九十年代 沉醉在摇滚乐上的人们 感受到了一股 与众不同的振奋 也称之其为 草原上的精灵 这个评价 却是生动形象地 将思琴格日乐的音乐 特点展现出来 它是值得的 它身上不服输 永追梦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在现今浮躁的社会中 保持一颗初心 视为难得 但同样 它曾经与 蒼天硕的感情 也告诫着我们 远离渣男 独自美丽 希望思琴格日乐 能够继续在音乐路上 遇走遇远 为大众带来更多 高质量音乐作品 展现音乐之美 也希望它能够 忘掉曾经的痛苦 永远向着阳光